全球现场的时间又到了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大陆的网球名将彭帅 他11月初的时候是自爆说 遭到大陆的前副总理张高丽性情 后来发展成了不伦恋 自此之后呢 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彭帅的下落 还有他的人身安全 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那么对此呢 这个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1号的时候是表示 因为他们很担忧彭帅的安全 所以是决定要停办 所有在大陆地区举办的 这个女网巡回赛事 那么WTA的主席西蒙发布声明表示说 他强调说他宣布立即要停办 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大陆WTA赛事 他强调说呢 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 而且似乎是被迫反驳 他的性侵指控时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要求 我们的运动员到大陆来比赛 而有鉴于目前的情况呢 他说他也非常的担心 如果在2022年到大陆举办赛事的时候 所有的球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 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 那么因此呢 西蒙就表示说 WTA的董事会 全力的支持停办 在大陆举办的赛事 那么西蒙也再次呼吁 对这个彭帅的性侵指控呢 应该要有一个全面 还有透明 没有审查的调查 CNN对此呢 今天是特别专访了西蒙 一块来听他的说法 这个说法我认为 我们说的真实 we're planning to suspend our events until such tim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the appropriate thing we're hopeful that they will we'd like to continue our business 好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彭帅在失联 几个星期之后呢 上个月21号 这个国际奥会的主席巴赫 就和彭帅进行了这一场 30分钟的视讯通话 不过这个画面是 当时只有提供了照片 事后呢 国际奥委会是透露说 彭帅很安全 和他的家人 还有朋友在一起 不过呢 仍就是平息不了外界的质疑 对此呢 国际奥会的高级委员庞德 今天同样也接受了 CNN的专访 他表示说呢 彭帅的状况很好 而且他还酸这个WTA 根本没有联络上彭帅 好疫情的部分来关心到的是 香港在昨天呢 公布又新增了一例Omicron的个案 目前香港是已经累积到了四例了 亚太地区呢 在南韩也证实了首度验出了 这个大魔王变异株的确诊者 而且是一次一口气出现了五例 同时呢 他们的单日确诊人数 也再度创下了新高 那么这个香港新增的这起病例呢 是38岁的男子 他上个月的时候呢 是从这个卡达到香港转机的时候 因为签证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他在这个机场的禁区 逗留了四天之久 那么在进行离境前的检测时 被验出了确诊 而另外这个南韩呢 虽然是已经证实有无力的确诊者了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两例 疑似也是染上了这个Omicron的案例 正在等待这个基因定序的检验结果出炉 因此这个确诊数呢 还是有可能在继续往上升 同时呢 根据这个官方公布的最新讯息 南韩过去的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呢 又突破新高了 来到了5266人 这也是南韩连续两天 确诊数突破了5000人 而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目前呢 这个Omicron已经在这个英国 葡萄牙 荷兰 德国 还有日本 韩国 等等 至少24个国家地区 现宗横跨了非洲 美洲 亚洲 甚至是中东地区 那么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赖恩 今天就表示说 估计在欧洲呢 现在还有高达1亿5000万人 还没有打疫苗 面对现在Omicron 这种高传染力的变异病毒呢 已经要来讨论 是否要强制接种疫苗 一起来听 那么对于现在有许多的国家都向这个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设下了这个旅游禁令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今天就抨击说 在这个Omicron爆发之后呢 针对了特定国家地区实施旅游禁令 是既不公平又无效之举 他呼吁说呢 与其祭出这样子的旅游禁令 不如增加对旅客们的检测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集中给您